我爸妈是怎么描述他以前上学的 妈我不想学了 太累了 儿子你这条件不错了 你知道妈当年早上学吗 妈当年学校离家一万多里低 得早上三点起床出发 出门先爬一万米学阳 运气好的时候 有野猪可以骑 过完山路 要游过一条河 全是鲨鱼呀 可危险 快到之后 还有危阵天蓝路 烧不住夜 就给打到平行的宇宙里去了 最后才能到学校 我上学时的记忆力 帮关学员 背一下注尺表 啊 现在的记忆力 我要去客厅拿一下耳机 诶 我来干好来了 忘记原词了 小时候的爷爷奶奶 四 嘿嘿爷爷奶奶 就多了 不用来找你门了 拆机 拆出脚 关不停 好哥把汗给你 奶奶 我出不下了 你傻瓜 给我 小时候的爷爷奶奶 哈哈 爸爸 我完全不用出血 我是坏了 没事 爸爸给你买新的 拆帮 把我碎子打坏了 听到了吗 待会给我下 哈哈 待会我直接来听 半月谈 换一下 还隐约 和父母吵架的你 你干嘛呀 整天这样对我 这也管我 那也管我 你再这样 我离家出走了 不说了 手机摸手 爸爸 我想跟你们道歉 我想跟你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来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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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